2023年第19届新思路中国国际少儿模特大赛纽约总决赛 日前是在新泽西的美国梦购物中心举行 100多位由海旋产生的竞技选手参加了当天总决赛 近500名观众到场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比赛选手来自纽约、新泽西、波士顿、亚特兰大等地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为17岁、最小的只有3岁 分别为青少年、少年、少儿、幼年、幼儿五个组别 他们在美国梦舞台上大放光彩 展现出华裔青少年儿童自信阳光、朝气蓬勃的魅力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最终安森贝拉奖、尤瑞爷、奥瑞王、布尼董、尔利娜王 以及preston Fogg六位选手脱颖而出 分别获得各年龄组冠军 同时各个组别也产生了亚军、季军及十佳选手、明日之星等奖项 前新思路上莫特大赛冠军Sunny Wang则获得组委会年度金奖 此次总决赛特别邀请到了纽约时装周秀岛 以及纽约时装周开场秀模特亚洲小姐总冠军Stephanie Jean 作为总决赛秀岛和后台秀岛 而评委方面则由著名时装模特影视演员Candice Lamb 著名音乐剧影视演员Marissa Roper 排名世界前50的国际超模王肖 原新思路职业模特舒立童 以及著名设计师兼摄影师 知名杂志Real Fashion Magazine发行人J.D. Murphy 组成了超高级别的赛事评审团 赛事主办方美国JIA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总裁 新思路美国赛事执行主席David Tui表示 新思路国际儿童模特大赛 源于飞升海内外的新思路中国模特大赛 自200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9届 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水准最高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少儿模特赛事 在国内外10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赛区 每年参赛选手累计超过10万人 其中美国赛区组委会在纽约 多山基 休斯顿 亚特兰大等地 设立了多个分赛区 共同承办全美赛事 此次纽约总决赛获奖选手 以全部入选即将于今年8月 在中国广州举行的新思路全球总决赛 凤凰卫视田野综合报道